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413集 尊门队我太好了 哼 你师父又如何 这次不杀你 万一让你这恶心人的家伙成长起来 回来报复我怎么办 就算是打不过我 你去报复我那些好朋友怎么办呀 白小春咬牙开口 他这一次是真的被恶心到了 此刻嘀咕了几句后 突然的他的厨带那小乌龟露出了头 按照归有我以往的经验 那些有背景的家伙 只要临死前这么一喊 他的背景就会出现 小乌龟摇着脑袋 傲然开口时 白小春头皮一麻 低吼了一声 闭嘴 白小春有些紧张 心虚的看了看四周 觉得不安 正要离去可就在这时突然的远处有一声超越天雷的怒吼 轰隆隆的横扫天地 咆哮而来 是谁杀我爱徒 这声音之大 竟掀起了风暴 使得天地色变 风云倒卷 就连下方的层离也都剧烈的摇晃起来 白小春灭死大臂 哀嚎了一声 都怪你 你这什么嘴啊 白小春 哭丧着脸 这传来吼声之人 仅仅是声音就这么恐怖了 可以想象 一定不是结丹 极有可能是原鹰 一想到对方是原鹰修士 白小春就全身汗毛耸力 惨叫中玩命般展开拳速 向着传送阵的方向激速的逃顿 无视老夫地杀的存在 居然敢在老夫的洞府门前 击杀老夫爱徒 你找死 那滔天怒意的声音 再次传出时 距离白小春这儿更近了 白小春紧张地回头看了一眼 立刻就看到远处的天地间 赫然有一片 足有数千张大小的黑云 如排山倒海一样 正呼啸而来 黑云中赫然存在了无数的冤魂 这些冤魂一个个都在嘶吼 甚至相呼之间还有嘶咬 看起来触目惊心 在那黑云上 站着一个穿着黑袍的老者 正是左横峰的师父 地杀老怪 他背着手 眼如闪电 神色阴沉 目有怒意 白小春与他目光隔着千丈 可在碰触的一瞬 他依旧脑海哄的一声 体内修为竟颤抖不稳 真的是原因 白小春惨叫一声 此刻眼泪都快出来了 他一想到对方的话语所说的意思 自己是在其洞府门前杀了其爱徒 他就心中委屈 我都要走了 是他来惹我的呀 还有星空倒击宗 给我找个任务 看起来是灭杀一个助击后期 可却没告诉我 这恶心人的家伙 有个失尊是原因啊 白小春 越想越是委屈 此刻不死长生宫展开 甚至寒气扩散 以此方法朔宜逃顿 可还是很快的 就被身后那片翻滚而来的黑云 追了上来 给我死 一声怒吼 从白小春头顶传来 黑云笼罩接 一个大手从黑云内直接落下 足有百丈大笑 向着白小春这里直接轰来 气势惊人 威牙滔天 更有一股封印之力锁住四方 大地颤抖 草木刹那枯萎 白小春的身体内 甚至还有生机之力 控制不住的被抽出来 眼看着大手就要落下危机关头 白小春尖叫一声 立刻激发体内九州徒 这九州徒瞬间出现笼罩白小春 一卷之下 竟展开类似挪移传颂之力 在那大手落下的刹那 白小春的身体骤然消失 出现时 移在了数十里外 他面色苍白 来不及回头 再次展开拳束 急持逃顿 你逃不掉 等老夫将你抓住后 必定剥下你的皮 给你点天灯 他的身后 地煞老怪脚下的黑云 再次追上 翻滚街 又一次笼罩在了白小春的上方 灼盖了阳光时 地煞老怪右手掐绝 向着地面一指 立刻 整个大地轰鸣 竟在白小春的四周方圆千丈内 所有的草木全部枯萎 化作了黑气升空 眨眼界 竟在这千丈形成了一个圆圈 如同封印 使得白小春 无法冲出这片范围 在白小春 面色变化的同时 那只黑色的大手第二次从云层内轰轰而来 直奔白小春时 白小春残叫我一声 再次施展九州图 瞬间消失 可出现的却不是在千丈以外 而是在这千丈范围内的一处 黑气形成的平障闪耀 他的身影被强行阻断了顺移 出现在了这里 刚一出现 那黑色大手再次来临 白小春目中露出绝望 在那原鹰的追杀下 他根本就无法逃走 眼看危急 白小春猛的大吼起来 你敢杀我 我背景老大了 你敢动我一下 你死定了 白小春说完 地杀老怪冷横 黑色大手速度更快 一眼看就要拍下 就算拿出归纹锅 也没用啊 白小春眼泪出来了 他觉得左横峰一说这句话 立刻齐师傅就来了 可是自己说这句话 怎么没人来啊 正在这危机关头 白小春双目赤红 准备豁出去一拼时 可突然的 地杀老怪 你敢 一声气急败坏 近乎疯狂的怒吼 从远处木然传来 这声音的出现 让那黑色大手一顿 地杀老怪猛的抬头 墓中甚至都露出了一丝震撼 居然吸了口气 白小春也愣住了 赶紧看向远方 立刻就看到远处的天地间 云层翻滚似有千军万马在内 使得天地色变 风云狂绝 隐隐可以看到十艘惊人的斩舟 正以极快的速度直奔此地而来 斩舟上 足有上万修士 一个个散发出修为的波动 使得整个天地仿佛成为了大海 掀起了无穷无尽的波涛海浪 甚至在那十艘战舟前方 此刻竟由刺目之光凝聚 锁定地杀老怪 几乎在白小春看去的刹那 这十艘战舟前方的刺目之光 就发出滔天的轰鸣巨响 这声音之大 睁耳欲聋 甚至让大地都颤抖 化作了十道长虹 直奔这里呼啸而来 速度之快 似可以穿梭虚无 瞬间临机 轰在了地杀老怪的面前 地杀老怪面色大壁 袖子狂甩 无心理会白小春猛的后退 几乎在他后退的同时 轰鸣之声更强烈地扩散开来 那黑色大手直接被光柱撕裏 就连半空中的黑云 也都在光柱下全部崩溃 而地杀老怪 虽抵抗了这一道道光柱 可却身体退后千丈 灭色不断变化时 这十道光柱在大地上 直接轰出了十个巨大的深坑 大地颤抖 白小春不断吸气时 一道身影从一艘战舟上直接飞出 直奔此地而来 人还没到 声音就传遍四方 地杀老怪 你敢伤我降魔堂弟子 此人正是那位慈眉善目的降魔堂堂主 风有得 他的身影展开全速 轰鸣而来 刹那就出现在了地杀老怪的面前 右手抬起狠狠的一拍而去 风有得 你疯了不成 地杀老怪面色变化 身体再次后退 传出怒吼 心中更有恐惧与茫然 他觉得自己没怎么招惹这空域的降魔堂啊 他们至于吗 为了自己居然出动了如此规模 他话语刚出 那十艘战舟前方的刺目之光再次轰然爆发 直即横扫苍穹 直奔地杀而来 巨像陶天 地杀喷出鲜血 惨叫中急速后退 他披头散发 很是狼狈 甚至一条手臂都崩溃了 此刻目中带着愤怒与委屈 向着冯友德大吼 十艘灭英舟啊 你 你你你你你疯了你 为了杀我 你们至于吗 搞这么大场面 出动十艘灭英舟损耗的资源 值得吗 地杀老怪胆颤心惊 大吼之鱼 不惜代价展开秘书 激速逃盾 内心也有绝望 他觉得自己这一次真的是要云落了 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星空到极宗为了杀自己 居然付出如此手笔 死在十艘灭英舟下 我也认了 地杀绝望 可求生之意还是爆发 急持逃度而失 他忽然觉得不对劲 回头一看 冯友德 居然没有追 地杀狂喜 激动的加速击尘而去 内心颤抖 更有 接吼余声 此刻的白小春 呆呆的看着这一幕 看着那十艘惊人的赞舟 看着降魔堂的堂主 在半空中的绝世神威 他渐渐的感动起来 哦 宗门对我太好了 白小春眼圈都红了 他觉得自己之前不该怀疑宗门 此刻激动中 连忙向着半空中的 小魔堂堂主抱全一拜 弟子 白小春 你还好吗 白小春话语还没等说完 冯友德就紧张地看了过来 立刻问道 本集已经播剧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